大家好,我是彩明飘飘,我现在是在湖南宁乡花明楼,这里是刘少奇主席故里。 今天特地过来瞻仰,缅怀我们敬爱的刘主席,这一块是景区外的一个广场和游客中心,在门口处还写着1898-2022的字样。 在广场的前方,还有一座大型的牌楼,上面写着刘少奇故里。 参观这个景区是免费的,提前在手机上预约一下就可以了,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17点。 沿着石台街便可以进入到刘少奇主席的铜像广场,在这个两边还种了很多松树,四周也是松柏长青。 前方就要到达刘少奇主席的铜像广场了,由于戴口罩的原因,加上我现在是早上来的比较早,所以它这个景区里没有什么人的。 刘主席铜像是1988年11月24日落成的,由雕刻大师刘开渠、陈允贤精心雕筑而成。 整个广场的占地是8000多平,铜像含基座高是7.1米,包含两层含义,7月1日是党的生日,也寓意着刘主席走过的71年光辉历程。 可以看到刘主席的这座铜像雕刻得栩栩如深,主席面带着微笑,遥望着远方,左手插腰,右手拿着烟头,腰翼的风衣将其衬托得更加伟岸。 据说它正对着的是韶山方向,韶山正是伟人毛主席的家乡,这里距离韶山也不远,只有20多公里的路程,两位伟人的家乡离得很近。 整个铜像广场视野开阔,四周轻松傲立,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,刘主席面带微笑的铜像,又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亲切感,缅怀刘主席,缅怀先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,订阅,转发 订阅,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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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